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高市青年事务委员会接召开107年第一次委员会,会中决议办理青年参与式预算,预算议题面向将经由Stand by Youth脑力激荡营产出,再由联考会对外征求青年提案,让青年想法得以透过公部门,投入资源来加以实现。 市府强调很重视青年发展,希望青年委员会能跳脱单纯咨询角色,实际参与青年事务推动,为广大青年搭起实践舞台。 高市严考会5月初给予青年委员对话,供搜集到社区实践,监制空间改造,创业就业,国际青年等青委关心议题,今日委员会决议办理青年参与式预算,广邀高雄青年提案及参与工作方,再由市府相关局处一工作方程过执行。 严考会指出,2018全球港湾城市论坛今年9月于高雄展览馆登场,主办机关经发局也特地向青年委员会报告港湾城市青年论坛筹备情形,同时邀请全体青卫共相胜举。 严考会表示,青年志工曾在2016年首届港湾城市论坛提供优质服务并获得喝彩,今年第二届希望青年有更深入的参与,站上国际舞台与各国城市代表相互激荡,提出对港湾城市的想象,并代表高雄向世界发声。 高市青年事务委员组成非常多元,19名经由网络报名,连选出的优秀青年来自不同领域,有创业者,专业经理人,职能发展专家,国际参与者,气暴志工,弱势关怀者,医疗贡献医师,青年教育推动者,社群网站版主,另有8名委员卫市府各机关代表。